最近 吴秀波和Baby主演的电视剧《欲望之城》正在紧张的拍摄当中 很多网友也曾在上海都遇过这两人的对戏 从录拍当中也能看到 Baby和吴秀波的关系似乎处得还不错 两人有说有笑的 目前 吴秀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这样回答了记者抛出关于Baby的演技问题 波叔说Baby是个非常敬业和聪慧的演员 因为他每天很早就到了片场 然后认真的和他们较对台词 像是怕记者不相信似的 吴秀波再次强调 Baby是个很优秀的演员 还说和Baby的每一场戏都觉得他是非常的优秀的 表演上面更是没话说 网友们表示 吴秀波的这段话可以说是非常假了 也有的则觉得吴秀波和Baby一起演戏 就已经没啥原则可言了 不管外界对Baby的演技做何评价 Baby一直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在努力和进步的 虽然他主演的两部现代戏还没有播出 但是从花絮中我们已经看到了 Baby对都市精英女士的诠释 而对表演非常感兴趣的Baby 回应记者 自己还将挑战母亲这样的角色 因为自打当了妈妈以后 对小孩子有一种天生想要保护的感觉 同样 他希望自己能够拍出像赵薇主演的 亲爱的等一系列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 看来 咱们的Baby励志要做一名优秀的表演艺术者了 这是要向他所说的大满贯进军了吗 你们觉得他能行吗